我先做一個簡單的介紹自己, 都賴了香港41年我和我弟弟, 牛西蘭和澳洲來的, 在這段時間我們都生了一個兒子, 現在她搬了去日本宣教, 跟一個很漂亮的日本姐妹結婚, 然後生了我第一個書呢, John呢,現在就賴兩歲的, 今年我們的女兒可能大家都認識的, 所以我們很國際性的家庭, 今天的主題其實是想問這個問題, Where did everything come from? 一切物質從哪裡來的? 其實只有兩個可能性, 只要看這個世界這麼漂亮的, 這麼多東西,這麼複雜的, 今天只有一個是神創造, 因為是自己難的, 即所謂盡法論的, 我們今天要考慮這兩個可能性, 我相信如果你是信耶穌, 你多數都已經相信是一個創造者, 好像葉牧師剛才說的大敬拜的, 所以今天我希望如果你是信耶穌, 會更加肯定, 這是一個事實, 如果你是未信的, 你可能有些懷疑, 因為希望你今天就可以幫到你了, 我都不會這麼詳細說, 其實我有三個限制, 第一個就是他語言有限的, 第二個就是我不是博士, 我不是科學博士, 所以權威, 我沒有權威, 講一些話, 不過我帶了很多有權威的博士, 在後面那些書,那些DVD, 很多是好專家, 所以我都是跟他們學的, 第三個問題就是時間, 我不知道葉牧師說多久, 如果半個小時就講不到, 至六點鐘, 五個小時, 五個小時, 好啊, 我平時講六堂, 每一堂過半小時, 一個小時, OK, 但今天還會講一方面, 不是全部講的, 不是全部講的, 先講聖經的解釋, 百物的起源, 聖經的解釋, 其實最重要一節經文, 就是聖經的第一節, 創世紀第一章第一節, 起初上帝創造天地, 天地就是起法外文, 包括所有物質的宇宙, 因為他們沒有宇宙這個字眼, 所以講天地, 就是一切所有的, 聖經都說, 往生物神話, 地遙生出生物來, 各重其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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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完之後, 神話是好的, 不僅是好的, 是非常之好的, 神很滿意的, 聖經講是靈的, 應該好的, 各重其類的意思就是, 狗生狗, 貓生貓, 人都會生人的, 這是19年, 我孫剛剛六個月的時候, 就在日本探望他, 我太太特意叫我這樣站, 因為她記得三十幾年前, 我都是這樣站, 抓住我的兒子, 即是孫的爸爸, 所以你不用做DNA測試, 都知道, 什麼叫做各重其類, 即是我們很相似, 孫和兒子, 但是, 就算基督徒你相信, 神聖經講的創造者, 我們活在一個世界, 就不接受這件事, 你要明白, 基督徒要裝備自己, 要知道這個世界, 是順近些什麼, 因為很不一樣的, 學校, 電視, 上網, 所有很多東西, 就另外一個故事, 所以我們要問, 這個聖經是否真實, 真實的解釋呢? 因為現代主流火行的解釋, 其實很不一樣的, 是138億年前, 就有個大爆炸, 什麼意思呢? 就是射個宇宙, 晒得你看不到, 不用一秒鐘, 就啪啪, 所有空間, 所有物質, 就飛出去, 接著就慢慢cool down, 跟星星出現, 太陽出現, 地球就出現, 說要地球, 太陽, 接著在地球, 有水出現, 水裏面, 無端端有生命開始, 很簡單的, 一個細胞, 就是細菌, 接著它慢慢, 越複雜, 變成一條魚, 爬上江地, 我們祖先其實是魚來的, 你知道嗎? 就是魚就爬上江地, 慢慢變成動物, 變成像猴子, 然後猴子越來越變, 就變成你和我了, 不要笑, 這個就是外面, 就是這個世界, 香港大學, 香港中學, 香港幼稚園, 都是說這個是事實, 一定是事實, 因為BBC說是事實, 就是最近, 一兩年前, 在TPP, 就播這個節目, Your Inner Fish, Evolution Story, The Inner Fish, 就是在裏面的魚, 是說我們的祖先是魚來的, 爬上江地, 變成動物等等, 接著, 變成一個系列, 這個是Factual, Science and Nature, 這個是Fact, 是事實的, 對BBC來說, 對主流科學來說, 這兩個解釋, 可不一樣的, 哪一樣才是真的, 我很喜歡跟香港, 未信的速度人聊天, 多數就是, 我們周圍去分享的時候, 我們會帶點Shutah, 就不要那麼近, 這裡就推車仔, 平時我們就租GoProvan, MalaMove那些Van仔, 我喜歡坐在前面, 跟司機聊天, 十個當中, 九個至十個都說, 他們不信, 要創造者, 爲什麽呢? 因為電視都播盡化論, 這個是事實, 雖然不信的, 香港人, 你要向他們傳福音, 你要了解他們, 是受什麽影響的, 但是我們講到科學, 科學其實, 所以今天不是講聖經會說少少科學, 所以我不是科學家, 科學其實是有限制的, 有兩種科學, 可以這樣說, 第一種是做實驗的, 實驗式的科學, 就是做實驗的, 可以觀察到, 做實驗的, 可以見到, 可以摸到那些物質的東西, 這種科學比我們有手機, 飛機等等, 很多現代的東西, 這種科學大家都明白的, 另一種, 我們叫做歷史性的科學, 講歷史, 當科學家想解釋以前發生的東西, 這就很不一樣, 爲什麽呢? 因爲當時, 如果是138億年前, 有沒有科學家在觀察做實驗? 沒有, 做不到實驗的, 過往的東西已經完結了, 觀察不到, 所以不可以用科學的方法去證明, 這種科學呢, 幫你明白, 分別在哪裏呢? 如果我跟你說, 水是100度, 滾, 我問你這個是不是事實, 意見? 事實, 有什麼實驗可以做到, 沒有去證實是事實, 只是Navo的意見, 我叫做Navo, 多數人要問Navo, 有沒有, 有沒有, 有什麼可以做的? 保水吧, 和你回家, 一會兒, 將水放在火上, 拿探熱針, 看看, 去到一會兒, 又停了, 等於你會說得對的, 下個星期做又是, 一年後做又是, 即是十年後都是這樣, 除非你去西藏就不是了, 為什麼? 西藏好像96.5度就會滾了, 為什麼? 因為高山, 有什麼關係? 上面, 是什麼? 稀薄, 其實是氣壓低一點, 沒那麼重, 所以它會做些滾, 你可以做實驗證明這個東西, 不會很多次可以重複, 所以這個是事實, 如果我跟你說, 7500萬年前, 有一條魚爬上干地, 慢慢開始生一些手腳, 變成一個動物, 有沒有東西可以做, 證實這個是事實? 沒有, 只可以說是意見, 科學家可能有理由, 為什麼這樣說? 不過他們觀察不到, 做不到實驗, 現在今天都在發生, 正在發生著, 所以這種科學是歷史科學所謂, 只可以說是意見, 可能是一個很有學問的意見, 你的意見和科學家的意見 可以一樣有價值的, 所以這個是意見, 我們要明白科學的限制 就是萬物的起源, 是過去的事, 所以是否創造, 因為是進化呢? 科學不可以觀察到的, 先說, 所以我們不可以用科學去證明, 創造一切進化, sorry, 如果你是基督徒, 你以為可以用科學證明, 創造錯的, 不過呢, 你可以觀察到, 什麼是科學的事實, 好像我剛才說, 水滾一百度, 這個是事實, 你可以用科學, 今天看到的事實, 問一下, 這些事實, 是否證實, 創造, 還是進化, 是否配合, 哪一樣是最有可能的, 明白嗎? 明白嗎? 分別嗎? 不可以證明, 因為回不了去觀察, 但你可以看看, 這個好像是進化的, 但都好像人家創造, 所以要這樣想, 所以要問一個問題, 為什麼科學家, 今天主流科學家, 大部分周圍都在講這個故事呢? 為什麼? 其實有一個原因, 現代科學開始的時候, 學大學三百年前, 四百年前, 是西方文化, 信聖經的人, 多數早期的現代科學家, 是基督徒人, 很相信聖經, 神創造幾千年前, 普世紅水, 整個地球是水滾下, 第二天才講這件事, 但今天不是, 他們背後今天, 有兩個很重要的價錢, 或者錢錢, 是影響他們的思想, 什麼價錢呢? 第一就是, 只有物質和能量存在, 只有可以摸到, 可以感覺到的東西存在, 沒有其他, 所以如果我們要解釋, 這個宇宙, 我們不可以用超自然的, 這是第一個假設, 不可以用超自然去解釋, 一定要找一個自然的解釋, 才叫做科學, 有沒有問題? 如果你不相信, 其實, 這個聯合國的科學系, 即是UNESCO, 早期一個主任, Julian Huxley, 寫本書院, 在裏面他說, 在進化論這個思想裏面, 基本上, 沒有可能有超自然這件事發生, 因為地球, 不是創作, 是進化以來的, 這個代表所有現代科學的, 這個宇宙是自己來的, 一定是不自然的, 這兩個假設, 其實有一個名字, 嚴格來說, 叫做自然處然naturalism, 但那個名字就是無神論, 即是無神論, 即是無神存在, 你先有這個假設, 接著要運另一個解釋, 這個宇宙, 這個物質的世界是怎樣來的, 即是無神論是斜結了, 現代主流科學, 採取了, 還有, 科學是屬於我們, 這是不是科學呢? 我自己覺得不是, 這是不是科學, 這是科學主義, 是另一種宗教, 一種宗教思想, 現在正在控制大部份主流科學, 我們應該是開放我們的腦, open mind, 好像一個法官, 你去法官, 他會叫你拿些事實來, 接著才判斷, 科學的事實呢, 是evidence, 證據, 拿來看, 接著才看看, 是否支持盡快, 因為支持創造呢, 才做結論, 是否應該這樣, 我們應該有膽敢跟著證據去行動, 我有一個同鄉人, 正好是劉西亞來的, 美國有一個報道家, 也是劉西亞人, 他很聰明在街面訪問人, 想播少少段片, 這是我們最新的產品, 《謀生論情的迷思》, 在後面可以買的, 其實這個是很容易看的, 挺正的, 我想播少少給大家聽, 他可以唱完美的, Cadillac 法案 這次想播少少, 從哪裏提到別人, 你送到跟教學家方的坑補, 會從哪裏提到沒有任何不同的地方? 對, 在大師的辦公司, 你怎麼看到, 有甚麼事實驗, 你成為無神論者 十二歲左右 你做了無神論者多少年 我想大概由我十五歲的時候 你是無神論者 是 是 為什麼 我就覺得沒有看到什麼足夠的證據 我是一個基督教的家庭長大 然後就在高中我幾年 我大概之後沒有發現什麼證據 能夠證明這個信仰系統 如果有人給一些證據 很合理的證據 你會聽嗎 會 我會 你打開這本書看看 我放在你膝蓋裡 看看這些彩色的圖片 我想問你一個問題 你相信這本書是隨機出現的 即是畫書上的這些彩色圖片 是憑空間來的 紅橙黃青藍紙的墨水從天而降 然後這些美緣美麟的圖片就自己出現 然後這些黑色的墨水從天而降 或者在不知道哪裡掉下來 然後自己變成有連貫的字 變成句子 大家是字母 废好 鬥好 真是合乎邏輯 葉素都從天而降 都是按順序的 然後自己組合 自己造成一個封面 然後我們就有了一本書 很明顯 這本書是被智慧設計的 難道不是 什麼是DNA 是什麼 脫氧核糖核酸 就是組成我們的身體 我們的細胞 和每樣關乎我們是誰的東西 你的基因指導你的細胞 如何形成眼睛 你的眼睛是什麼眼睛 你的頭髮 你的身高和過程 科學家將它稱為生命的說明書 基本上是這樣 這個是DNA的秘密語言 這個是生命的說明書 生命的說明書 是 生命的說明書 是 DNA在每種生物中都存在 才不講它的起點 智慧資訊存在的事實 讓我們知道 肯定有一位智慧的設計者 那有沒有引起你的思考 有 我有時都這樣想 那實在是 很複雜 確實 是啊 DNA是很複雜的 但我想講的有一點很簡單 書 書的設計者 或者是做書的人 DNA 智慧設計者 上帝 你覺得這樣合理嗎 合理 你相信DNA是偶然形成的 我覺得是可以的 講來聽一下 這個程式怎麼可以自己形成 從什麼都沒有 點造成人的眼睛 長頸綠的眼睛 大象的眼睛 貓 狗 花鳥樹 每一樣生物都有相當複雜的DNA 這是不可思議的 肯定有一種超越人類思維的精神 將它造成 說它是偶然形成 比起講一本書 是偶然形成更加荒謬 我所做的 只是將道理告訴你 不是要騙人 我只是想令你承認 有些東西根本就是上色 DNA DNA 你有聽過嗎 生命的書 其實DNA是每一個細胞 在你的身體都有的 裡面的核心 就是整個宇宙最複雜的訊息 最複雜的訊息 如果是一個細菌 一個單細胞的細菌 可能是一本書那麼多的資料 如果是隻馬 可能整個圖書館 那麼多的資料 為什麼呢 因為它多了很多東西 即是腳、毛、眼、腦等等 是細菌沒有的 所以它多了很多的資料 人類呢 你估計 大約一千本書 每一本書 五百頁 這麼多的資料 在每一條DNA裡面 進化的意思就是 一個細胞、一個細菌 很簡單 經過35億年的變化 就變成人 但是多了很多東西 多了手、眼、 口、耳朵、頭髮等等 即是說需要增加很多的資料 多了很多的資料 是一個DNA DNA其實是用來做什麼呢 其實那個佛陀家都說 就是決定你的眼、頭髮等等 其實是好像一個食譜 如果這個婦女想做Cookie餅 就是看一個食譜 就是多少的麵粉、砂糖、水 焗多久 就是你跟著那些說明書 那些資料就做了 就應該會成功 我們的基因 就是DNA裡面的基因 是說明書去製作蛋白質 什麼叫做蛋白質 其實是機器來的 我們一個細胞裡面 我們一個細胞裡面 好像這樣 有一個核心 在中間 都有很多不同的機系 在做事 其實一個最簡單的細胞 其實一點都不簡單 好像一個城市香港這麼大 發生著的事情 在裡面是很複雜的 譬如都有GOOGOOVAN 你知道嗎 在細胞裡面 現在有GOOGOOVAN 在運作中 其實不是叫做GOOGOOVAN 叫做Kinescent 這個給你看 那些腳 這一部分 就是GOOGOOVAN 這個就包裹 那些粒東西 就是地址來的 很多地址寫著 它前面的爐 就一直抱 然後後面的爐 就一直拆 哇 很複雜的 將那些細胞這邊 去到細胞這邊 去製作另外一些東西 是不是很奇妙的 你知不知道有這樣的事情發生 感覺到嗎 我也感覺不到 哈哈 是很多的 在每一個細胞 每一個生物 植物動物 都是有這樣的事情發生的 很特別的 哇 這樣的機器 就是怎樣來 我想試一下 今天 我未試過 你是一班人 我想試一下 播一個比較複雜的短片 是兩隻碟 在後面叫做 進化論的死源 即進化論 所謂強的證據 其實是精密 或者是精實 是配合創造 不是配合進化的 那這一片段呢 就是用動畫 給我們看到 現在是發生在你的細胞 DNA是用來做什麼呢 是用來做蛋白質 它一個機器呢 在DNA一邊去 很快 接著就會出另外一個東西 叫做RNA 是一條編碼 即是說明書來的 放在一種蛋白質 接著那個就去另一個機器呢 接著這些說明書呢 這些RNA呢 就會造成一個很長很化學的 一條東西 用按記信的 切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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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層 按記書 按記書 多謝你 這個專家 按記書 那個中文又行 接著呢 會有些東西叫做Cherpereau 就是帶它去另一個機器呢 那個機裡面呢 就會將它接成為一個機器 一個蛋白質 給你看一下 這個就是現在發生在你裡面 所以你想像一下 OK 細胞裡面最奇妙的 資訊傳輸系統之一涉及 從DNA鏈編碼 並解讀出蛋白質的方式 由這些長長的 簽約的 黏性的DNA鏈開始 一個神奇的 稱為RNA聚合媒的機器 就好像拉鏈一樣 解開DNA的螺旋 然後複製出另一個 稱為RNA的分子 RNA使用少許不同的語言 但是它仍然好像DNA一樣 有四個字母 即是ACGU 而不是DNA的ACGT 然後RNA離開細胞核 另一個神奇的機器附在它上面 那些就是所謂的核糖體 它負責將由四個字母 構成的RNA語言 翻譯成由二十種不同的 氨基酸構成的蛋白質語言 prRNA底部的三個簡機 對上RNA上的三個字母 在另一邊是氨基酸 它就一個接一個這樣跳下來 連接到不斷加長的蛋白質鏈上面 但是這個流程未完成 因為大多數蛋白質需要幫助才可以正確接疊 這是靠一些稱為分子伴侶的小分子完成的 它們附在未接疊的蛋白上面 保護它傳輸到一個名叫陪伴蛋白的西瓜型分子那裡 陪伴蛋白再把它接疊成最終的形式 由DNA到蛋白質是一個極其複雜的流程 需要用精確而複雜的機器 在兩個完全不相關的語言之間做翻譯 由DNA世界的線性碼 回到蛋白質世界的三維碼 明白嗎? 明白嗎? 不明白嗎? 其實這個是簡單的簡單 簡單的簡單 是 讓我們明白複雜到敢複雜 就是這個大自然的世界 問題就是這些如果是進化 就是偶然發生的 是撞出來的 那麼多東西的 DNA DNA其實 DNA是這樣讀的 你看到那個機器 正在讀的資料 但其實它可以倒轉 都讀的 不過會有新的說明書出現的 這個就是最奇妙的 其實不單止這樣 它可以在這個位置開始 接著在這個位置停止讀的 那就是一個蛋白質的說明書出現 如果在這裏開始 又是那裏出停 是另外一個說明書出現的 你明白嗎? 就好像是看一本書 你有第一章 可以讀到最最後一章 就是一個故事 你在最後一章 開始讀回頭 去到另一章 是另外完全不同的故事 你是第三章開始 去到第九章 停了 有另外一個完全不同的故事 你明白嗎? 在第十一章 讀到第四章 反過來 又是另一個完全不同的故事 DNA就是這麼複雜的 我給你看一下 這個就是沒有聲音的 它是這樣 它在讀中 就出現那個RNA 就是另外一個語言來的 兩個語言在翻譯中 接著這個就是一個蛋白質 這次呢 就在不同的地方開始 停了 又轉了 又另一個 就是不同的蛋白質的說明書出現的 但是你套一割斷的RNA DNA的 我想像不到 我想像不到 這麼複雜的 這麼正的 這個字呢 這個字呢 可以出現在不同的 六個不同的蛋白質的說明書裡面 就是用六次 是不同的 大家明白嗎 好像呢 如果我寫一些 句話寫給我老婆 或是我的兒女 大家都懂英文 i space l o d e space y o u 什麼意思呀 是 我愛你 是 我愛你 其實呢 這個次序呢 i space l o d e 那個次序呢 就是 是 決定一個訊息 那個次序很重要的 如果亂來呢 就沒有意思的 一定要這樣的次序 但是 要有英文這個語言 才有意思的 如果沒有英文語言呢 那幾個字母呢 沒有意思的 所以 DNA裡面的資料 原本 之前已經有個語言出現 即存在的 DNA的語言 嘩 好奇妙 有些不同語言 有些不同語言的 其實 AKUMEN SINTAI MU 大家知不知 有什麼 這裡有沒有人 在家裡有個 印尼來的 女容 有沒有 好 你試一下 一會兒回去 講這句話 他會說很感動 其實都是一樣的訊息 都是不同的 不同的字母 或者這個呢 就是我兒子 跟他老婆 跟我們媳婦說的 又是日文的 這個呢 應該是俄羅斯 俄羅斯話的 即是 語言 跟著 有些字母的次序 才有意思的 DNA有個語言 跟著有個次序 RNA 另一個語言 就會翻譯的 跟著它另一個機器 又有另一個語言 但這個發生著 我跟你講的其實 是科學的事實 發生著在你裡面 現在 OK 是不是很奇妙的 再解釋一下 即那個複雜性 有些英文字呢 調轉呢 都有意思的 我從那個咪 在後面 調轉呢 Yam 你知道什麼叫做Yam嗎 Yam Yam是一種 生果 很大的 我不知道中文叫什麼 或者 甜番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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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或者REED REED就是 一些植物 好像草一樣 但很高的 是 對 是 對 對 就是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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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個 性 腰 也有意思 不止這樣 在不同的懷位開始 不同的懷 停止 也有不同的意思 這個又是複雜 有個十四歲的男生 寫一篇詩 很有意思說,青年一代的,如果這樣讀, 這樣不會讀,簡單跟你說,一句讀其實是很負面的, 我們就侮辱了,我們懶惰,放棄, Working hard was a joke,努力其實是搞錯,很負面的, 如果是反過來看,又是最後一句, 開始完全是很積極的,相反的,D就是很積極的, 為何是這樣,都有中文的,其實日文都有些中國字, 叫做看字,漢字,我兒子都學的, 最近我同工作找到一些告白,說一些, 說一些,蒜仔,跑, 就是跑,不是,跑步,就是跑步, 就是那些菜跑,就是這樣, 這個呢,那些用筆寫得很漂亮, 就挑戰,反批到,寫得很厲害的, 我幾乎看不到,但是說這些, 這個,薯仔,船仔,不是薯仔, 船仔,small bounce,不是small potato, 船仔,即是超戰感情, 那肯定有一個人會贏的, 那倒轉呢, 蛤,是什麼呢? Sorry,勝利,突落號, 就是倒轉,這樣寫, 中文都可以這樣的, 就是,去看,這個就是,這樣, 跟著倒轉呢? 勝利? 勝利,是不是很漂亮? 很聰明的,一定有很聰明的人, 才會這樣想,這樣畫的, 所以,我們要問,其實這些資料, 這樣的資料,這個很簡單,只有兩個字, 但是,DNA就幾多字, 記不記得那個TikTok, 三億,三十億, 記不記得了,3.2 billion, 就是這麼多的字, 在人的基因, 嘩, 要多麼聰明呢? 不是兩個, 是這麼多的, 這些資料從哪裡來呢? 是不是偶然生產呢? 偶然出現呢? 不會的,絕對不會的, 但是,大家都知道, 是需要智慧, 才會有這些資料的, DNA, 生命的書, 這本書的作者, 是誰呢? 是不是偶然出現呢? 不可能, 肯定是很超自認的, 有智慧的, 因為, 聖經就說了, 起初, 上帝的, 上帝創造的, 因為, 其實呢, 詩篇的作者都說呢, 這個, 這個, 你所做的, 何其多, 都是你用智慧做成的, 編地滿了你的豐富, 這個就是, 就是, 聖經介紹的那個, 寫你裡面的DNA, 那個作者是誰呢? 其實呢, 福音呢, 在羅馬書, 其實羅馬書, 整本書是講福音, 因為福音, 在第一章開始, 不是在第三章開始, 有些人在第三章開始, 人人都是犯了罪, 還要死, 但是第一章開始, 普羅華, 不如我們一齊讀, 預備起, 神的事情, 人所能指導的, 愈現了人心裡, 因爲神已經給他們獻命, 自從造天地以來, 神是聖能和神聖使命名可知的, 雖然是萬不能見, 但藉著所做之外, 便可以了得, 叫人無可推毀。 什麼叫我們無解釋呢? 即是見到神所做的, 我們可以見到祂的存在, 那個證據, 對不對? 即是說, 大自然就是神的卡片, 所以不怪, 在這個時代, 沙特, 即是我們說宿令爭戰, 沙特最成功的是什麼呢? 是拿走屬於神的卡片, 就說, 咦? 這個不是神地做的, 這個就是自己來, 是自己爆出來的, 偶然的, 這麼多複雜的生命, 全部都是一個細胞開始, 慢慢慢慢慢慢, 越來越多的資料, 越來越多, 可以到這麼複雜, 是自己來啦, 即是偷了創造者, 最證明他的存在那樣東西, 所以我們要救回來, 我們要拿回來, 即是我們極光存在的, 其實的生命, 即不是說科學的, 是讓人知道, 這個世界真是一個創造者, 而科學雖然有限制, 但是科學的事實, 是證實這件事, 多於證實進化量, 生命偶然出現出現的, 所以我剛才說, 我們應該跟著證據下, 這些是事實來的, 我剛才說只是一方面, 即是DNA, 沒有說很複雜的, 簡單的而已, 但是DNA, 都給我們知道, 那個結論應該是, 真是有一個好意的智慧, 才會寫到, 對不對? 所以應該當然, 我們見到日本很出名的東西, 除了我的媳婦之外, 我的孫之外, 就是做機械人的, 他們很出名的, 會做一些不想念的, 可以用一些招募, 例如Coffee please, 就不會咖啡給你, 即是, 他們很喜歡做這些東西, 可能因為人口越來越少, 所以自己做一些, 即是機械人, Anyway, 這個肯定是很高智慧的工程師, 才會做到的, 因為很多東西, 我記得我讀工程師那時候, 幾十年前, 科學, 這些東西是很初步的, 有一班學生, 就想做一個四腳, 好像一個機械動物, 即是想走, 但四腳都跌, 即是走不了, 即是要用很多心機, 很多時間, 才做到, 用很多智慧才做到, 但這個呢, 這個沒有智慧的, 這個是意外的, 是嗎? 還是智慧設計, 看看自己的身體, 即是我們跟香港, 不太接受, 有創造者, 有神存在的人, 或者覺得不關我的事, 這是宗教, 我不用相信的, 你可以從自己的心態開始, 譬如, 這個靚車, 是否偶然, 還是設計呢? 當然是被設計的, 你想想, 是否偶然, 還是被設計呢? 你想想, 其實它很多部份, 譬如石頭角, 石頭角, 那個設計呢, 是很特別的, 是否偶然, 還是被設計呢? 有一個科學家, 在英國, 他的專長, 就是將大自然一些東西, 怎樣可以利用在, 我們社會的, 怎樣可以製造一些東西, 今天它是講, 石頭角, 這個就有字幕, 所以要看字幕, 他講英文的, 好嗎? 都會看的, 我不是很會看, 不過我會聽, 好。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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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做到一塊黄色嗎? 好嗎? 好嗎? 好, 好嗎? 好... these black bars represent the bones in the leg and the ligaments guide the joint it's a very elegant design in the human knee joint now every engineer knows that you cannot evolve a four bar mechanism step by step because you need four bars and four pins simultaneously you can't just have one bar and evolve it because the mechanism would not have a useful function until all four bars are there together this is a classic example of what's called an irreducible mechanism that is a mechanism that needs all parts to exist simultaneously otherwise the mechanism cannot work you've got to have these four bars and these four pins existing at the same time for the mechanism to work and this is also an example of a mechanism that biologists find difficult to even identify yet alone understand because they're not trained in mechanics or engineering design I think the chances of the four bar mechanism in the knee joint appearing by chance are zero because if you take for example a simple hinge joint like the elbow joint it has very simple ligaments in the case of the knee the ligaments are inside the joint they're crossed and there are just too many changes that you have to make simultaneously for that to appear by chance so you brings out the two bars of the body it doesn't matter how strange you don't have to go but it's relatively declined so you don't have to go it's slain but it doesn't matter the double dy του so it doesn't matter if you do cause you want to be an actual decision as the了吧 it's gonna continue to 更靈,你的手很特別,手指甲如果沒有, 其實你都可以拿到東西, 不過沒有那麼方便, 這個手指甲,哇,美得不得了的, 這些泵,泵水,就是這樣的, 裡面都是不簡單的,才泵到水, 但這個泵是否偶然, 還是設計,更加複雜的,你明白嗎? 我們要統一的,在我們的思想, 我們見到人所做的,一定是很聰明的, 是有自慰的,見到自己的身體, 這是偶然,是意外的,這麼巧的而已, 一個麥克風,好像我們錄音時, 或者我女兒錄音時,有些是簡單的, 有些是複雜的,這個也是簡單的, 有些裡面很多零件, 偶然,是不是偶然呢,還是設計呢? 這個更加複雜的,這個麥克風, 我們有兩個,裡面有三部份, 大家可能都聽過, 那個二隊是怎樣製作的, 非常之奇妙,非常之複雜的, 不僅如此,你的腦都有部份可以分析, 可以接受這些資料,去接受, 去知道是甚麼來的,甚麼聲音,甚麼聲音, 我喜歡拍攝的,這個肯定不是偶然的, 是設計的,這個人的眼,不僅是眼, 眼,眼都要,腦都有部份,起碼兩部份是分析資料, 才知道,即是見到東西的, 哇,真是非常美,所以我們都要問, 重一個問題,資料,即設計,一定有智慧, 這個是不是事實,因為意見呢? 即是有智慧才會有鐵劑, 是不是意見,還是事實? 其實都是一個事實,大家都知道的, 聖經都是這樣說的,能聽的意,能看的眼, 都是耶和華,即是上大所做的, 既然是這樣,有份發言,DNA的Helix structure, 就是這個人,Francis Crick,拿獎的, 他說這句說話很有趣的, 他說呢,生物學家必須要經常提醒自己, 他們所見到的,不是設計的,是進化的, 咦?為甚麼會這樣說呢? 他說你不斷地提醒自己呀, 比如說鼻子劑,哇,好似鼻子劑, 不過我要告訴他,不是的,你不要相信的, 是進化來的,這個是他事實, 這個是意見,這個是他的意見, 事實就是,很有系統的, 鼻子劑,寫了DNA,越來越複雜, 不單止是他的意見,是無神論, 這個不是科學,這個是他的無神論的決定, 我決定沒有創造者,所以一定有一個自然的解釋, 雖然我們解釋不了,但是不能接受創造者存在的, 這個是無神論的,所以我要問一個問題呢, 為甚麼這麼多人,這麼多科學家,和普通人, 都拒絕創造者,和聖經所講的,去解釋萬物的起源呢? 為甚麼會這樣呢?不知道你知道嗎?其實有幾個原因, 今天我想集中是一個原因的,就讓你看,多一點短片, 在我們無神論者的迷思, 今天是否令你有所思下? 我想說是有的,但並沒有改變我的觀點, 那是否令你略有所思? 但我不相信上帝和聖經, 你現在相信上帝? 不相信,所以你仍然是無神論者, 你仍然覺得輸自己形成,你現在不再是無神論者吧? 嗯,是呀,我仍然是呀 你仍然堅持,需要是自己形成的,為甚麼呢? 你現在不再是無神論者吧? 嗯,我還是想繼續做一個無神論者 察驗你的動機,這裡肯定有一個隱藏的動機, 我試一下可不可以猜到是甚麼,看看我說得對不對 如果你承認神存在,你就是承認自己要最終對他負責, 我是要找出你為甚麼,會有這麼大的難處 很簡單,有人製造了這本書,有人創造了DNA 你不想說出這位有智慧的,因為你沉迷色情 你沉迷於與女朋友的性關係,那給了你很大歡樂 你不願意放下,如果上帝存在的話,那真是大潑冷水 對於那些喜歡色情和通姦,和一切與之而離的人來說 那並不是甚麼開心的想法,因為在通姦和色情裡面有無比的快樂 所以你所做的就是否認上帝的存在 因為這樣就好像給了你通行證,可以不帶羞恥地去做那些事 如果上帝存在,你的麻煩就大了,所以你做的就是否認他的存在 我是不是講中了,是不是很接近 有些呢 有沒有道理 有道理 有道理,我還是一個無神論者 有道理,我還是一個無神論者 需要是自己形成的,它不可能自己形成 你看到自己在做甚麼呢 是,我在這裡欺騙自己 是,再說一下 我在欺騙自己 聖經對這件事這樣說 光來到世間,世人因為自己的行為是惡的 不愛光,不愛黑暗,定他無的罪,就事在此 凡在惡的,便恨光,並不來就光,恐怕他的行為受責備 現在全世界最出名的無神論者就是Richard Dawkins 即是一位博士,在英國這個人 前一陣子,他們推動一個運動 在伦敦的巴士,寫著這個招牌 It's probably not God 即是神,多數沒有存在 So stop worrying, and enjoy your life 所以你不要憂慮,去享受你的生命 為甚麼這樣寫呢 即是如果神存在,為甚麼要憂慮呢 因為如果真的有創造者存在,可能我將來都要向他交代 我不想,我不想,即是我喜歡做我喜歡做的事 所以我決定無神存在,便可以自己來,just do it 沒有人說是錯的,如果你不傷害他,他不傷害你,why not 但如果真的有創造者存在,而聖經所說的是創造者,不同的事 你會這樣說的,你的祖先是誰呢,會決定你的生命的方向 如果你的祖先是阿當,即是聖經所說的是第一個神創造的人 幾千年前,應該是神定規則,甚麼是對,甚麼是不對 和成婚姻是不對,和我的決定呢? 因為是創造者決定,如果聖經是真的話呢,那就是神要決定 但如果人緣是我們的祖先,即是乳跟著變成人緣 然後人緣跟著我們,我們自己很有自由,自己決定 所以今天的世界,香港的社會不斷感,因為相信,我們是偶然出現的 大家覺得是OK,就OK了,可以接受的,即是說我們拒絕有仇,要向神交代 我們就接受,我們自己喜歡做甚麼做甚麼 我們說一些靈車,一定有個廠,即是甚麼呢,Lamborghini,一兩年前 我都見到Lamborghini在出壁,不知道有問題的,是出壁,即是拍照 即是在北意大利有個廠,所以我們要問人類有沒有廠 人類有沒有廠,即是聖經超過三千詞,那些作者都說他們所說的就是來自創造者 如果是,即是聖經真是創造者給我們的說明書、搜查 這個搜查是說甚麼呢,其實給大家多一個短片的,讓大家聽 我要將你從理智上轉換到良心,好嗎? 好啊 你覺得你是個好人? 你覺得你是個好人,如果有天堂,你覺得你可以進去? 我是,如果有天堂,希望我可以進去 我們現在換個轉一下? 好啊 我們從另一個角度來講同樣的問題,你接受得到嗎? 好啊 你不會不開心? 不會 你覺得你是個好人? 我覺得是 你覺得你是個好人? 是,我想是 你認為你這生講過多少謊? 很多不是很重要的謊話,不過我覺得沒甚麼 我可能講過大概一千句 幾千個,我們都是罪人 你講過謊,亦都偷過東西? 我講過謊,但沒有偷過東西 你沒有從網上下錯過不屬於你的音樂嗎? 有 那就是偷 是 耶穌說,如果你見到一個女人,就有了淫尿,你就在心裏犯了奸人 你知道嗎? 不知道 你對女人有產生淫念嗎? 有事 看色情的事嗎? 沒有 說謊 經常 就是你有看色情的事嗎? 沒有啊,我是說,大家都是這樣,並不是說沒有人這樣 但是 所以你有? 是,有事 我並不是審判你,但你剛剛給我知道,你是一個說謊的賊 你一個涉讀者,通姦的,拜偶像的,奸人的 如果你學過上帝的戒命,你已經犯了他所有戒命 這些都是很自然的 那就是聖經所說的,我們天生就是做錯事 他做我就是這樣 你不可以因為自己的道德問題,拜上帝 如果他做了我,是天生有罪的話 又怎可以怪我呢? 有一次,你好像做了一輛不會動的車,然後你就對那輛車發怒 不是這樣,因為車是沒有道德的 你有良知的,知道是非,良知是可知的 即是說,每一次空間,淫念,體色情事,說謊,或者偷東西 你做的時候都知道這是錯的 所以你剛剛告訴我,你是一個說謊的賊 一個涉讀上帝的心裡更淫者 這些僅僅是十戒裡的四條 你需要在審判日面對上帝,不管你信不信他 現在你相信,如果他在審判日用十戒來審判你的話 你覺得你會是有罪還是無辜? 有罪 很可能有罪,我會百分之百有罪 我一個人都會做壞事,所以我在那些事上都是有罪的 當你見到納粹德國發生的事的時候 你就不會說,如果上帝是好的 他怎可能創造地獄呢? 你會出來說,如果上帝是好的 怎可能沒有地獄呢? 一定要有情惡陽善的報應 聖經上說上帝是好的 因為他要懲罰那些謀殺的 他要懲罰那些強暴的和偷渡的 說謊的和奸人的 他要懲罰一切他所見的罪 因為他是好的 我會去地獄 那你擔心嗎? 有 但同時我會希望如果有一個上帝 他會明白我已經盡力每日做到最好 你就好像我們所有人一樣搞亂了 法官說,我強暴了那個女人 但我已經盡力做到最好 事情已經發生了,法官將會懲罰他 因為聖經說,所犯有血氣的 沒有一個就行律法 因為那個律法神的十戒 是讓我們知道我們要做 所以我們人類沒有希望了 是不是呢? 聖經都說,罪帶來死亡 死亡是從罪來的人 而死亡臨到每一個人 因為我們每一個人都是罪人 但好消息呢 保羅說我們凡是罪人的時候 耶穌為我們死 他代我們背著我們的罪 神對我們的愛就這樣向我們顯明 接著神解決死亡的問題 耶穌從死亡復活 是真人真事的 是有見證很多見證人的 他從死亡復活呢 他自己說呢 復活在我 生命在我 信我的人 雖然死 又活復活 好像他一樣 凡活著信我的人 必永遠不死 這就是最出名的經文 這根句是聖經 大家都識背 想不想嘗嘗 閉眼睛說 對不對 預備起 神愛世人 甚至將他的獨生子似乎他們 要一起信他的 不自滅亡 凡得榮生 我們人類人人都犯罪 需要向神交代 需要受神的審判 但耶穌代我們 為我們受審判 復活了給我們永生的盼望 將來會有一個新的創造 這一個創造是暫時的 還不是百幾億年 是幾千年 將來會有一個新的創造 聖經說的 沒有死亡 沒有老法 沒有罪 誰去呢 就是信耶穌的人 所以剛才開始的時候 我知道有兩個可能性 慢慢起源 要麼是神創造 要麼是自己來的 我自己的決定就是 按所有事實來決定 真是有創造者 而要問為何他創造我們呢 他有原因的 他有目的的 就是想和我們人有愛的關係 所以我不是很明白 為何這麼多人都說 對神沒有興趣 創造這個這麼美的世界 創造你和我的神 為何不想找回他 認識他 知道他為何創造我們呢 跟著他呢 我不是很明白 其實我都明白 因為人喜歡自己自由 喜歡自己決定 又是非 這就是撒旦 事譚阿童說 你可以自己決定 你不用依靠神 但是其實他想愛我們 他想著我們有愛的關係 所以怎樣愛神呢 其實很簡單 耶穌自己說 有你我的命令 又遵守的 這個人就是愛我了 你可以唱我愛你都行 但是最重要 怎樣表達愛 對神愛就是信福祂 祂的命令在聖經 每日跟手 祂的英訊就是 如果我們愛祂 天父就會愛我們 我們 耶穌會愛我們 並且要向祂顯現 你會自己 不單是你聖知 你自己在各方面 會知道神的存在 神的愛 你愛祂 祂就會愛你 所以希望今天 可以祝福 無論是信耶穌 不信的 可以刺激一下 你再想 你對上帝的信心 可以強些 可以有根有基 我們後面的資料 這個 武神論者的謎師 其實很值得說 送給朋友 一起看都行 如果你有問題 關於科學這方面 這是最經典的創世答問 是四個學者寫的 平時的人文的問題 都是一樣的 大約六十個問題 他們在裡面 就給了個答案 還有 《進化論的死瑜》 剛才播了少少段片 其實有十五位博士 在他們的範圍 他們專業的範圍 分享 為何科學的事實 其實是精神 就是聖經所講的創造和洪水 即不是正式 正法論 如果是小朋友 這裡做媽媽 或者做阿婆 阿嬤 那些 下一代怎樣呢 我們就習慣 我們的兒子和女兒 小時候 不斷地跟他們課書 英文 現在開始有中文 我們翻譯 當一家人 或者整個世界的真相 在後面 其實不是普通的小朋友的書 是給家長和小朋友一起看 他會解納一些問題 他會有的 如果你想 keep contact 我們間中會有新的資料 新的產品 或者一些文章等等 你可以在阿美 就有這些板 寫你的名字 你的email地址 那我們就可以keep contact 我們提光 順張光去到地極 請為我們祈禱 我們都是靠神 好像葉牧師一樣 都是盼信心 盼神感動你 成為我們的支持者 很歡迎 好 我是早點兒的 今天是歷史的時刻 平時我會講很長的 好 將時間交給葉牧師 有沒有人有問題想問 好 有沒有問題先 我未必有答案的 坦白說 不過我可以幫你找的 可能少說這個主題 是吧 這個詞文 是說DNA的語言 是有不同的語言 還是一種語言 DNA就有 RNA有另外的 DNA有四個 letters 就是CGTA 每一個字 每一個字 每一個word 就是用三個 RNA又是CGTU 就是另一個發學料 就是不同的 所以那個機 是翻譯機來的 然後會出另一個說明書 都是用RNA的語言 是的 沒錯 我自己聽得不太清楚 就是我們有 印尼話 英文、中文 其實DNA 其實是用什麼語言 是不是用人民語言 正在解釋 就是解釋 就是解釋 是 譬如有些字 倒轉頭 成為第二個字 是 MAY 倒轉頭 是另一個字 是 DNA和RNA 倒轉頭 是另一個字 全部都有個字的意思 這個就是 因為DNA 是一條很長的 一條繩 一條繩 但是接著是摺在一起 轉轉轉轉 那個翻譯機 拿去的時候 就戒開 又可以去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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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可以在這裏開始 這裏停 這裏開始這裏停 就是相同的地方 可以有出現不同的說明書 這個是最奇妙的 非常奇妙的 就是它的設計 到轉頭讀都可以 都可以的 都可以的 好像一本書 由尾到頭讀 另外一個故事 都是make sense 都是有意思的 都是創造了身體出來的 所以這種的東西 是超高的智慧才可以做到的 偶然地 你過一個字 其實其他全部都亂了 你偶然地去 叫做什麼 一個mutation 就是一個突變 偶然地突變 可能這裏就ok 但這裏就不ok了 所以一定要一起做 更複雜才work的 今天講的生命就是這件事 其實沒有講到聖經 為何我們可以信聖經所講的 才是真實 和聖經講的歷史又是真實 其實講洪水 這件事其實是我最喜歡講的 不過今天沒有講的 如果你有興趣可以遲些做樣 我們office都會開始有一些workshop 遲些 E-mail便會通知大家 有其他問題嗎 鼓勵大家 去享受創造者的愛 遵守祂的革命 做耶穌的問答是什麼呢 祂說你要使人遵守我所吩咐的 一個問答就是遵守耶穌的吩咐 因為祂是神的 祂是創造者 成為一個人 所以遵守祂所講的 才有生命 才有意義 才有祂的祝福 才做祂的問答 多謝大家給機會分享 謝謝祂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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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也是一些 對於某些人來說 是一些深奧的一個道理 不過呢 當你是有興趣的時候 你發覺呢 其實可以由淺入深的 即我本身都是 研究很多進化論和創造論 可以由最簡單的方法 可以解釋給別人聽 那麽這次呢 就是 它是 大家可以看回的 上網可以看回 在Facebook可以看回 然後遲些在YouTube也可以看回 那麽你就看到 它 講的那些邏輯性 那你可能一下子不明白了 那麽但是呢 你再重回 重回看的時候 你就會更加看到神明奇妙 就是我自己呢 以前我都是 那麽就是 我有空就去想想這些 那麽 譬如一個 我很簡單的方法 想到的方法呢 就是那些 蝴蝶 它會蜕變 蝴蝶有四個過程 一顆卵 又變成蟲 蟲又變成蟹 又變成蟹 又變成蟹 另外那些昆蟲 有些昆蟲 就簡單一點 只是一顆卵 變成蟲 就沒有這四個步驟 即是不會變成蟹 那蟹就是自己 它自己冷藏一下 蝴蝶把自己包住了 回去了之後呢 它在裡面 蟲做 那些肌肉 全部弄了 然後變成蝴蝶出來 就是一條蟲來的 那麽問題就是 這個過程 一定是一次過 成功 即是它不能夠 我今次 這隻蝴蝶變小小 等我變小小 半隻翼 它就不會飛了 它要變成一隻完整的蝴蝶 又會飛又會繁殖才行 那一次過 自己忽然間 不如我今天包住自己 即是之前沒有做過 不如我今天包住自己 讓我把自己變成蝴蝶 那隻蝴蝶會不會這樣做呢 我在想的時候 是沒有可能的 即是它只能夠一次過就成功 那我自己有空 我就會去想這些 我想過很多這樣的東西出來 我也都寫過一個文件 那大家有興趣呢 你都可以研究 去熟習 可以幫助人 去看哪個人的手機 現在又收緊訊息 你關掉它 它就不會有這些聲音 那即是給我們看到 這個是一個很奇妙的真神 那我希望大家都會有這個心去追求 去認識 那不如我請大家一起去 我們一起閉上眼 在神面前去思考 去思考就是說 給我一個文件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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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去思考就是說 如果有一位創造天地的真神 有一位這麼愛我們的神 有一位這麼關心我們的神 是這麼有能力 這麼有智慧的 你會不會想這位真神去祝福你呢 你想這位真神去思恩祝福你呢 那我們其實今天在做 我知道大部份都是基督徒來的 不過我們都在神面前 我們就說 神啊幫助我們去認識你 更加欣賞神的作為 更加欣賞神 神啊你真好 神是非常之奇妙的 我們就全心去欣賞我們的神 來到神的面前 神啊你帶領我去尋求你 去認識你 去認識你 多謝天父的大恩 多謝天父的大愛 神啊你帶領我去尋求你 多謝天父的大恩 多謝天父的大恩 我們就說 神啊你創造得很奇妙的 就是我們看我們的眼睛 看我們的耳朵 我們看到整個人的身體 我們就說神啊 你真是一位智慧的神 你一位愛我們的神 是一位全能的神 你幫助我們每一個人的神 在神面前呢 真是說神啊 我需要你 我需要耶穌做我的救主 我需要耶穌拯救我 我需要耶穌釋放我的不信 好吧 是想要不要esto bravo 你不要用這個 就用那個姿聲音就可以了 就很簡單 我們我們感謝神 我們有耳朵會比較 petit 聽到這些琴聲,我們會覺得是 神做的琴聲是很漂亮的 神做的耳朵才能聽到琴聲 我們多謝天父這麼美好的設計 這麼美好的創造 並且天父是可以經歷的 我們中間有很多人經歷到聖靈的工作 是可以感受到神的平安 神的愛,神的感動 多謝耶穌,多謝天父 求主耶穌賜給我的信心 承住耶穌 當你有這個心,阿神,求祢祝福我,憐悶我 神就歡喜的 你阿神,求祢赦免我一切的罪 我欣得罪祢的地方,求主耶穌赦免你 耶穌說求祢拯救我的靈魂 讓我尋找到創造天地的真實 神有好喜悅來到我們當中 在我們當中 有沒有人在當中說 神啊,我願意接受祢做我個人的救主 你可以向神舉起手 神啊,你創造這麼奇妙 我願意接受祢做我個人的救主 你向神舉起手 我願意接受祢做我個人的救主 我願意耶穌拯救我 洗淨我一切的罪 我願意這位愛我的神 我願意這位關心我的神 神有智慧的神 你來拯救我 將永生致給我 你向耶穌開聲說 耶穌求祢拯救我 我一說一句,你一說一句 親愛的天父 一起說,全部一起說 親愛的天父 你創造實際很奇妙可惟 你創造我們的身體 你創造我們的身體 非常之奇妙 你創造自然界 非常之奇妙 我承認我是一個罪人 我們每一個都需要站在神面前 接受審判 我們不想到末日才接受審判 我們現在就悔改 我們現在真心認罪 我們有生過人 說過謊 得罪過人 貪心、自私、偷野 求耶穌赦免我的罪 求耶穌拯救我的靈魂 求耶穌入我的心 做我的救主 將永生賜給我 神就馬上回應我們 多謝耶穌 耶穌就請教我們到底 多謝天父 讚美天父 感謝天父 有幾個都舉個手 有誰想 你說耶穌 我接受你做我個人的救主 你舉個手 你說神 我願意接受你做我個人的救主 我願意讓耶穌拯救我 我願意耶穌做我個人的救主 將永生賜給我 我將來去到天堂會見到更多美麗的東西 我到天堂會見到更多美麗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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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到天堂更多美麗 多謝天父 感謝天父 感謝天父 有誰在這裏當中是基督徒的呢 神啊我願意 給神使用 祈福敵人 不要每次都沉 在自己的問題裏面打焚 神啊你使用我吧 這裏有幾個人你願意給神使用 去帶領人 去認識祂的 你看耶穌舉手 耶穌 我是基督徒 我願意給你使用 我願意走在你的路上 我願意給神使用 神都會回應你的 因為有一天我們都要交仗的 神幫助我們都做中心的牧人士女 我們的課程都是訓練人士奉的 如果你是願意的話 你可以繼續參加 讓我們更加的形成 我們的真實和比實的使用 多謝天父 本歌